台湾为智齿 应该安坐共安坐下 敖沾 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 是意智齿 也就是第三大旧齿 因为该齿位于上下额最深处 通常由门牙症中算起第八颗的牙齿就称为智齿 由于齿蒙出之时间长在16至20岁左右 恰好是发育过程中迈入成人 智慧较成熟的阶段 故称为智齿 请支持我 点击subscribe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 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 谢谢 请点击下面 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